请收看《大家来学艺经》 各位三心大德 贤士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大家来学艺经》 师父混言禅师 我们真的非常敬佩他 开辟了这个平台 也就是希望大家来学艺经 我们常常说不如意的事情 时长八九 我们也可以看到 每天全世界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情 这没有办法计算 而且可以说 它是一分一秒都在发生 这就是大宇宙间的诸法无常 所以师父也开始我们大家要多学习 圣人八正道之法 就是我们每个人个人的具足成道的本性 我们来世间第一就是为成就而来 第二就是为庄严创造而来 而第三就是圆满而来 所以要圆满所有的法界和生生世世的愿力 所以我们每个人来 其实都是称愿而来的 今天我们大家来学艺经 真的非常的难得 邀请到了就是 和美道场的住持 元启法师 元启法师 你好 阿弥陀佛 你好 阿弥陀佛 亚琪师姐 还有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和美道场 住持元启法师 元启法师 我们很高兴 法师要在道场开课 每一次我就想到我们的和美道场 在我们的电视台 如果说有做各个道场的这一些介绍的时候 我们也会做比赛 常常和美道场的风景都得到第一名 所以说可见 在利用招生的这段时间来告诉大家 我们和美道场 真的是非常的优雅 而且停车是非常的方便 对 真的 这些学员好像都开车了 大家都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 对 没有问题 因为前面有一个馆场 是 所以因为和美道场 占地750坪 所以不用 没有问题 停车的问题 还有实际上离公车站也是非常近 是喔 有公车可以坐吗 对 有公车可以坐 大概几号车你知道吗 从彰化往和美的地方就可以了 是 是 是 不过我想今天邀请我们的元启法师 就是和美道场的住持来这里跟大家宣布 我要开课了 大概什么时候让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在今年的九月四号星期一 晚上的七点跟十点 还是 三个小时来开这个疫经初级十一班的课 是 疫经初级十一班 也就是说您已经有十班结业的初级班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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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这是非常的难得 跟随师傅应该是很久的时间了 我跟随师傅今年是进入三十一年 哦 是 是 是 对 对 对 哇 真的是好像跟着师傅一起长大的 因为从师傅开始在台中市五前五阶的时候 是 因为因缘的关系 是 所以我从那时候就跟师傅结缘 是 那时候还记得刚退伍没多久 是 是 是 所以你可以开课的这个我们的时间 你已经刚刚有讲九月四号礼拜一 晚上的七点到十点嘛 那地址可以告诉我们大家一下吗 好 地址是在张华县河美镇大电路 799项41楼15号 好 所以其他的我就来跟各位做报告 我再报告一次就是我们元旗法师的电话 就是河美道场的电话 047 566 590 047 566 590 元旗法师呢 开课的时间呢 也就是在我们今年的九月四号 礼拜一的晚上 七点到十点 你不用担心停车场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方便 所以您可以在这个风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很优雅的地方来上课 所以我想就是说 这个停车场交通状况非常的好 那学院来报名电话 我们都有就是我们的师兄师姐在接电话吧 道场 对 道场的注重都会向各位打电话来的信众来服务 是 那如果说有不清楚的可以先打电话来询一下吗 对 可以 可以 因为只要在早上的八点到下午晚上的十点 我们道场都有注重在服务 所以这个时间都欢迎各位电视前的观众 大家打电话来打电话来报名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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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我们的道场 那刚刚说到就是早上的八点来报名 到晚上的十点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河梅道场有问世的时间 你问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发誓 对 就在每星期二的下午两点开始 就有在问世的时间 是 所以欢迎各位所有的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不管在家庭上 事业上 还有一些疑难杂症 风水上 都可以来到场来寝室 老祖世尊 他都会给一个满意的打呼 是 因为很多人就是说不知道我们的妙法 我们卫星圣教妙法真的非常的殊胜 很多人就是因为说 哎呀 家里有什么样的问题啦 生意不好啦 小孩不听话啦 身体欠安啦 或者是投资失利啊 这些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人 有很多这些疑难的问题啦 刚刚好因为来问世而来报名来上课的很多啊 对对对对 实际上我们在那么多年 河梅道场已经历史一年了 那我本身也出来红华十三年 是 那在这个期间呢 当然有很多信众 不管在事业上 或生活上 家庭上 或一切呢 都很多来到场询问 那也寝室老祖 那也会得到很满意的打呼 是 那相信我那么多年来 跟着师父学了那么多的妙法 不管在易经跟风水上 我相信我会将我手学的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 是 所以刚刚我们云琪法师来的时候 交给亚琪这张的单子 如果你有时候走在路上啦 有收到了这个单子 千万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广告纸 把它扔掉 你知道这对我们未来的人生的生活 是多么的重要吗 这我看呢 大概我们的大家学易经啊 我们易经大学在招生的时候呢 在和美道场发了这个单子 姐虽然都是颜色差不多 但是呢 你千万不要忍掉 你一定把它看清楚 打个电话来问清楚 你可以得到很多人生宝贵的这些智慧 还有你的人生会从此而开始变好 不一样的 学习易经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法师 学习易经是我们生活上首要具备的 我们韦新圣教师父累将易经跟风水宗教 融入在一起 为的是什么 我们能帮忙众生来解决他身边所有问题 进而能帮助所有的这个信众众生 那我厂长用一个比喻来跟很多的学院讲 你们来参加易经风水先修班 第一个来参加以后 我第一个一定会恭喜各位 你们一进踏入宗教 也踏入了做公益 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问题呢 因为实际上很多人没有做过公益 但今天你们来学习布施 因为师父常常开始 布施 财师 法师 无畏师 实际上你们已经踏出布施的功德了 因为你们今天手脚的学位 师父全部我们拿回去 盖道场 然后盖玉京大学 你们就学习了布施的功德 然后你们学了以后 你们以后学好以后 你们又可以去法师 为什么你们把它学了以后 你学了以后 你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众生 所以你们又变了法师 然后再来吴卫师 你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中门 在这个团体 做了很多的义工的活动 那你就具足了布施的功德 是 哇 真的太棒了 所以看看吧 你进了中门 你就真的这是开始在揭法 而且已经开始在累积 你个人的功德资粮了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很多人他刚刚进来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就是 也学到一些武术 这一方面的问题 比如说可能有学到一些命理 或者是其他的 像紫微斗术 八字 有些人学了益经以后 就是说 哎呀 转来转去 转不出一个名堂出来 或者是有问题了 来上课的时候 他们应该用什么心态来上课 我常常讲 你像要放下 像一张白纸一样 当然 观心菩萨开示的 万法有三万六千法 每个法都有他的用处 但是你既然进入老祖师尊的话 你就放下 我们重新将师父 他红华那么多年 还有我本身跟师父三十多年来 所学的心得 给各位一个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各位你们从心得里面 跟你们分享 我相信你会不管在学习益经 风水 还有我们身边周遭的事物 也会有不一样的思维 是 是 所以不管你以前有学习到什么 但是你放下 你来学习我们的一经风水 心法 妙法 你就真的会觉得说 怎么跟你以前学的不一样 竟然是这么样 我们可以再去做一些法师 来帮助别人 这真是很重要的 那如果说初级的人 他们都没上课 那我要怎么样来上 因为我很紧张 我不晓得益经这么困难 当然很多信众会想说 在古时候 因为益经是五经之首 那很多人会讲说 益经是一个很困难的学问 是 但是我们师傅 困难残师 把益经生活化 风水生活化 所以各位也不用怕 因为我们会最简单 最初级的带入生活上 是 我们不是像很多 我们在学问的研究 文连文一样 我们会把益经六十四卦 把生活上一些带入我们生活 那我在教益经 跟很多同修分享之中 我都会把六十四卦 每一个卦 做一个生活的举例 让你不知不觉带进去的 益经的境界里面 是 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 年龄不是问题 身高也不是距离 你来学习益经 现在有一个现象法是 我们觉得年龄阶层 有些也越来越高 但是也越来越低 而且很多中间的年龄阶层的 也都进来了 可以说大大小小来学习这些益经 像现在很多人退休了 来上课 有很多其实才在念大学 大学刚刚结业 毕业了 他就来上课了 真的是益经这么样的重要 不过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来学习益经 还有一个 我们最高的一个智慧 就是我们要多诵经 为什么大家要来多诵经 实际上诵经 在我们学习益经里面 我们当然在学习武术上 我们叫普卦 普卦这种的学问 实际上它是一个工具而已 但实际上要学会普卦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学 会普 那不是只是一个形式而已 但是你如果要怎么样才能普得准 你一定要诵经 因为诵经你们一定牵涉到 我们不只六度空间 还有无信界的东西 你普得卦 你在直卦以后 你诵了经以后 你才会产生 不一样的思维 还有不一样的智慧 你在解挂方面 你才有一个另外一个心得在 是 所以说 我们说大家来学习益经 那学习我们的益经风水的课程 我们就是遵照 我们益经大学教务处的课程 而这个课程 全台湾都统一的 这大概包含哪一些的课程 我们除了像我在上课 第一节课 我一定会将我们师父所传的每一个庙法 我每一次上课就交一个法给所有的学员 然后在益经方面 我会把益经从最初级的 还有我们益经大学提供的教材上念我来教 然后我会将我每一个礼拜在外面服务所有信众的例子 来跟各位分享 那个是很重要 因为你才知道怎么样去解挂 怎么样去帮忙众生 然后在风水上 因为我本身也跟师父学习那么久 也接远很多 包括国内外很多的企业 所以我一定会把师父除了基本的风水的一个观念外 我都会把我一个礼拜所有去看的例子 然后把它跟学员来分享 那我相信这样子会让学员更进步有一个观念 当然我们不是培养一个风水先生 但是我相信最起码就从他家里本身 他自身的生活上需要的我们家庭里面的摆设 然后缺点我们一一可以改善 所以我也都会要求学员 今天手搅的风水 你们去家里对照自己家里的摆设 是不是对 我现在第一步你踏出什么 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进而帮助你周边的朋友 我相信这个就是很好的法师 是 所以说我们也常常听一些新进的这些学员说 我今天学了以后 我回家就把家里的这些什么床位 什么呢 把它瞧一瞧 觉得他也比较做 做起来好像比较温暖的感觉 这个就是一般人说的 要先学先卖 但是卖在我们自己家 也就是让我们自己家平安嘛 那所以说这两年来 学到这么多的课程 那法师在上课的时候 有没有说 因为一天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礼拜有三个小时 你是怎么样分辨的课程来上课的 所以我常常讲 我说第一个小时 我一定把失误老祖传的庙皇 是 然后跟学员来分享 比如我们要怎么样去送经的功德 为什么要送经 然后我们家里有人的冲煞 我要怎么样叫他怎么样去处理 是 那如果家里生病了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忙 还有周边的朋友 发生了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一可以帮忙 所有众生 是 然后再来我就讲 疫经方面 我会把疫经的部分 从头 最起码呢 我常常会跟我的学员讲 两年下来 最起码你在电视上了正期班 你知道师傅在讲什么 这很重要的 那我相信 以我跟师傅三十多年来 还有教学的经验 我相信呢 我的学员大部分如果两年后 都会学过 是 然后风水上当然我讲过 我会给学员一个观念 是 什么观念 我们常常家里很多人 会请风水老师来看 那是不是对 还错 有的人轻着 我家的柴位在哪里 我家的这个文昌位在哪里 但是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 都会跟各位分享 然后什么叫柴位 什么叫做文昌位 然后什么叫白虎方 什么叫青龙方 因为有很多外面的先生 有的还是讲的不是很清楚 让信众搞不清楚了 所以这个我们会一一页 把学员把它教了一个正确的 以后不管我们是不是有从事这个行业 或是什么 最起码我们请一个老师来 最起码他知道 这个他讲的有没有道理 才不会落入迷信风水的陷阱里面 没错 所以我们的一经风水是科学的 那我们的智慧是累积的 那经验也是累积的 像我们元祺法师 他的教学经验这么多 而且帮助信众 不管是占卜也好 或者是风水也好 经验也是非常的多 有把这些经验的智慧 带入在我们的学习当中 我相信你的学习整个过程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里我再跟各位报告一下 我们元祺法师 就是和美道场的主持法师 9月4号礼拜一要开课 所以你可以在礼拜一 9月4号以后 播出每个礼拜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这两年就是我们初期班的课程 如果你想要更清楚 或者是现在要报名 请你要赶快把握 那我们和美道场的电话就是 047-566-590 047-566-590 欢迎大家赶快来应用 你刚刚提到了我们的室内 有这么多的问题 可是如果说对面有煞过来 我看有些我们的同修 就前面有种一些小盆栽 是可以挡杀的吗 这个要看环境 我举一个时间上举一个 给各位例子跟各位分享 最近我在云林看了一个信众 因为他家里的他是养猪户 然后他的猪是养得很好 但是最近他的家庭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因为他本身对面 刚好是他新盖的一个猪舍 然后他的饲料的桶子 还有猪舍的臂刀 冲刺到他刚好住的办公室 结果用了以后 很不幸 他最近除了不只是事业上 还有家庭的 这个夫妻感情的问题 一大堆 然后我就说 因为你那个必要的问题 结果我就叫他 就种了三棵的虎木 还有五棵的虎木 结果种了一个月 那个萨那个地方 那个虎木统统干掉了 好厉害 好厉害 然后又种了又死了 后来我就建议他 种了很高的 现在的竹子 才慢慢恢复下来 所以我就一直跟他讲 如果那个萨不解 你家里的要平安是很难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信众大德 有上过我们疫经的 你会知道 为什么雅琪说很厉害 是那个煞气太厉害了 连那个树都没有办法活了 对 所以就是有妙法的 你要搬交吗 现在买个房子不简单 所以你可能用了毕生的积蓄来买 但是如果有风水的妙法 可以让我们暂缓 可以让我们解除这些问题的话 应该我们家家户户住起来就会平安 所以我想利用一点时间 请我们的元祺法师来邀请大家来学疫经 好 我们现场电视现场的观众大家好 我在这里诚挚的邀请各位来学习疫经风水 那来和美道场学习这个疫经风水可以帮助不管你在生活上事业上还有感情上 各方面我将会把我毕生所学的来跟各位分享来帮助各位 我欢迎各位利用时间一个礼拜一个晚上到和美道场来学习疫经风水 我在这里再诚挚的欢迎各位 那我们和美道场的住址是张华县和美镇大电路799项41号15号 电话是047-566-590 早上的这个8点到10点都有我们的注重来为各位服务 欢迎电视前的观众朋友 还有你们的所有的亲戚朋友来参加和美道场11班 疫经风水初期班阿弥陀佛 真的非常的感恩 这样的邀请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赶快打电话来报名 或者是你来询问我们都非常的感恩 为什么师父开始我们说 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任何一件事情 我们都要懂得知恩 感恩 报恩 让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么多的妙法 今天谢谢我们的和美道场的住持元祺法师 谢谢感恩 同时也祝福你开班 哇 学生满满满哦 祝福你感恩 谢谢 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学义经 祝福大家 每个学义经 公司聚好 无忌心 无忌心 每个学义经 收音 无上 可见心 可见心 每个学义经 家庭万万 一条心 每个学义经 很多大大大大革命 每个学义经 喝 美 triển 不管 정 Gespr čten 每个学义经 每个学习经